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我是天天 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你觉不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习惯 已经成自然的话语啦,或者行为啦 其实背后啊,都有含义的 也很值得我们探讨深思呢 今天的小故事大启发 我就要和你分享一个典故 南宋有一位很著名的理学家 叫做朱熹 他在家乡有一位好朋友 是一个又博学又多才多艺的人 有一天呢,朱熹和这位好朋友啊 两个人呢,在巷子里面遇到了 他的好朋友手上呢,拿着一个竹篮子 朱熹就问他说,你去哪里啊? 他就回答,我要去买点东西 朱熹呢,他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学问的人 他一听到朋友的回答就很好奇 随口问他说,你说买东西 为什么你不说买南北呢? 朋友就反问他啦 诶,你知不知道什么是五行呢? 朱熹回答,我当然知道啊 不就是金木水火土吗? 朋友又说,不错 你知道了就好办 现在让我说给你听听 东方属于木头 西方属于金 南方属于火 北方属于水 中间呢,是属土 我的篮子是竹子做的 装火呢,会烧掉 装水呢,会漏光 只能够装木头或者是金子 更不能够呢,装这个土 所以啊,叫买东西 不能说买南北啊 先不探讨这个金木水火土 到底五行准还是不准啊 这个典故还蛮有意思的 在我还没有看到这篇故事以前呢 我还真不知道买东西的由来耶 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呢 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一等插曲啊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习惯的说话跟行为 都有我们可能不了解的含义在当中 很值得我们探讨的 甚至有时候在探讨的过程里面呢 哎,我们的思想就改变了 生活的方式也变得不一样了 比方说吧 我曾经看规则研究报道 是关于社会学的群众行为 把五只猴子呢 关在一个大笼子里面 笼子上方挂了一串香蕉 香蕉的下面放了一个梯子 当猴子发现有香蕉 一定会立刻爬上梯子 去拿香蕉吃 这时候只要有任何一只猴子 开始爬梯子 研究人员就会对这只猴子呢 喷那个墙里的水柱 更糟的是啊 研究人员还会采用连做法 让其他的四只猴子一起遭殃 那同样的状况呢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 直到这些猴子们 好像被制约了 只要爬楼梯就会被泼水 所以后来即便有香蕉的诱惑 再也没有任何的猴子 敢去爬梯子了 那么当原来的五只猴子啊 都被制约了以后 研究人员就把其中一只猴子 放出来 放进了一只新的猴子进去 这新的猴子一看到 哇香蕉耶 就立刻要爬上梯子 去拿香蕉 结果啊 被原本的四只猴子 还K了一顿 说也奇怪了 这只新猴子 就从被奏当中学到 不可以爬梯子拿香蕉 否则呢 它就会被打 可是新猴子从来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被打呢 跟其他的四只猴子相比 这只猴子 它没有被泼过水的 它不明白原因 这个新猴子呢 也被制约了 所以之后研究人员 再放进另外一只新的猴子 而这只新的猴子呢 当然看到香蕉也会想要爬梯子去拿 可是那一只 从来没有被水泼过的那只猴子 却也会殴打这个新加入的猴子 不准它爬梯子 最后呢 研究人员已经把所有 原本被泼过水的猴子 全部都换掉变成新的 却没有一只猴子 敢爬梯子去拿香蕉了 因为呢 他们都得到了一个讯息 只要一爬梯子呢 马上会被海开一顿 所以要明哲保身 不可以去爬梯子 亲爱的朋友 这个故事呢 实在是很有意思哦 有一些的事情 有一些的思想 有一些的说法 如果不去更多的探讨它 省思它 其实就失去了它的价值 甚至我们可能在这个当中啊 我们被制约了而不知道 究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多少不合理的事情 因为习惯了 就变成了规则呢 就上帝光照我们 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 来省思一下 自己的言行举止 到底是受到哪些影响 有哪些的思想里面 有哪些是正确的 是事实 有哪些其实是迷思 需要被打破的呢 顺便今天的小故事 大启发 可以让我们一起来 醒醒脑哦 祝你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我能胜过这世界 因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一破碎 因耶稣基督保险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心相信 我必能得胜 我必能得胜 我能胜过这世界 因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一破碎 因耶稣基督保险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心相信 我必能得胜 哈利路亚 高居住的圣经 祈耶稣基督 是万王之王 哈利路亚 心记住大能教会 为主发光 照亮黑暗的世界 我能胜过这世界 因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一破碎 因耶稣基督保险